这一说从北边绕啊 这老太后的眼泪啊可就下来了 他知道啊 望北绕那就是自己的家乡 克尔亲草原呢 这大清国有组织 这后妃是不能回家省亲呢 这皇帝这明明就是 找个由头 让自己回家看看呢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啊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一个人啊挨着给您求摸到 其实咱们啊继续讲这紫禁城当中 母子之间的故事 儿子没变啊还是康熙皇帝 哎妈妈变了 变成谁了 孝慧张皇后 这孝慧张皇后啊 是顺治爷的第二任皇后 人家啊可是正经八百的皇后出身 昨天咱讲这个孝康张皇后呢 那是因为啊 这个母平子贵 儿子当了皇帝之后 她才成为了太后 说起来啊 这孝慧张皇后 这妈妈的身份呢 讲起来她多少有点绕脖子 怎么呢 首先说呢 这个康熙皇帝和这孝慧张皇后 女儿俩之间的关系啊 这儿龄啊 她要比这个娘龄长 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吗 除非这儿子也都死妈头了 要不然这个都是这儿龄长 娘龄短 不不不不不 咱们呀要是这么说呀 不就没意思了吗 咱们就截止到这个孝慧张皇后 驾崩那天 这顺治十一年啊 那年是一六五四年 在六月的时候啊 顺治皇帝正式策略 伯尔吉吉特 阿拉坦奇奇格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 孝慧张皇后啊 为正宫皇后 可从这说呀 往前倒一个月 也就是顺治十一年的 五月四号 那一天呢 这皇三子悬业才降生 所以说这娘俩的关系就是啊 在紫禁城当中 是先有的悬业 后有的这个妈妈 我发现呢 现在有个论调 顺治后宫当中的所有后妃呀 只要除了董阿妃以外 一提起来呀 大家都说 哎呀 命运凄苦啊 人生凄凉啊 备受冷落呀 其实啊 我倒不这么认为 虽然在顺治活着的时候啊 他确实想过 把这个孝慧张皇后啊 也废掉 跑上他最喜欢的那个 贤妃董阿妃 来做正宫国母皇后 当时的事态呀 已经严重到把皇后的中宫剑表停了 也就是说呀 他已经废除了皇后该有的礼仪 孝庄文皇后 一听就蹿了 说小贼 废第一个的时候啊 娘我就依了你了 这第二个呀 你是万万不能 所以呀 这老太后一句话 就恢复了皇后的中宫剑表 顺治皇家二次废后这件事情啊 也就只好作罢 那有人就说了 你瞧 这不就是顺治不带进这皇后吗 可您错了 这两口子嘛 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您看啊 在顺治十二年的时候 这皇后出道了 这顺治皇帝呀 只能是必居难缘 那有人就说了 你瞧 这皇后刚一生病啊 这皇上他跑了 哎 您这也不懂了吧 这是大清国的制度 他死谁不能死皇上啊 所以说呀 这皇宫里一旦有斗情爆发 也就是爆发天花啊 这皇的也就得赶紧的 去这个南园避斗所啊 去避斗去 可是这皇后病着 这皇上他不放心呢 于是啊 就命着个内大臣索尼 在宫廷当中啊 护卫皇后的周全 这索尼啊 是个尽心竭力的臣子 无论从这皇后娘娘的旧衣上啊 用药上啊 都是亲力亲为 哎 就从这份精心的恶护啊 这皇后娘娘 在十二月份的时候 好了 她痊愈了 于是啊 这顺治皇帝非常高兴 给这内大臣索尼啊 是一通褒奖 顺治十五年的时候 这皇后娘娘啊 她又病了 顺治皇帝呢 亲自啊 到皇后的寝宫当中 去照顾皇后的病情 并且特下旨 让皇贵妃亲自来照顾皇后的病情 这皇贵妃是谁啊 这皇贵妃啊 就是顺治皇帝的最爱 董恶氏娘娘 这一折腾啊 又是两个多月啊 经过这个皇帝贵妃 以及所有工人精心的护理 这皇后啊 才能得了保全 从这一点上 就可以看出 但分啊 顺治心里 没有这位皇后娘娘 她能让她亲爱的董恶妃 来侍候皇后的病吗 哎 可是啊 无论 这顺治皇帝 对这位皇后 是真好 还是假好 日子呀 她到了顺治十八年 正有初期子时 顺治皇帝 驾崩了 二十刚出头的 孝慧张皇后 就成了一个 小寡妇 真用了那句古词 露着 二十三岁的小寡妇 扫性没神 思想起奴家好命苦 过了门子翻白裙 死了那个当家的人 好好的皇后娘娘啊 哎 这一下子就变成了皇太后了 这后半生幸不幸福啊 那完全得看 这皇上 他孝顺不孝顺 虽然说呀 他这个太后啊 比较值钱 他是正宫国母皇娘 转成的太后啊 但是啊 这孝慧张啊 他心里还是没底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知道 人家这皇上 他有亲妈 亲妈还活着呢 就是那个孝慧张皇后啊 就在康熙元年的十月 这康熙皇帝 把孝康张皇后 和孝慧张皇后 双双奉为了皇太后 并且啊 给这二位皇太后 都上了徽号 这母后皇太后 和圣母皇太后 是并立后宫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康熙皇帝的妈妈 孝康张皇后啊 寿数不行 哎 刚成为皇太后 他没几个月啊 崩世了 这康熙皇帝虽然还小啊 但是啊 在自己生母的葬礼上 是嚎啕痛哭 这孩子肯定他委屈啊 他就想自己怎么这么命苦 才八岁就落了个父母双亡 这万幸啊 自己身边还有这么一位太后妈妈 虽然年轻点吧 自己个儿啊 又没生过孩子 但是照顾起幼年 康熙皇帝的起居来啊 那简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自此以后我这哪两个呀 母慈子孝的日子 算是开始了 说句实话 那书说到这儿啊 又说这个孝慧张皇后 是怎么关爱康熙呀 这例子不好举 为什么呀 因为这妈妈疼儿子嘛 那无非就是生活上的小细节 完全来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无微不至的关心 这和平年代哪有什么惊天地 弃鬼神的母爱啊 这母爱嘛 本身呢 它就是在平凡中见伟大的事 康熙三十五年 那年啊是1696年 这康熙皇帝北巡 刚到秋天的时候啊 这仁县皇太后就派人呢 给这康熙皇帝送来了雕囚 康熙皇帝一看啊 这皮脑都寄过来了 赶紧呢就给自个儿的妈妈写信 说妈您看呢 这个外边还不太冷嘛 河里啊还没冻冰呢 等天要一冷了啊 陈我呀天天穿着您给我寄来这件皮褂子 我还就不脱了 您瞧没有 这事儿虽然小 这皇上啊都到了塞外了 这女儿两个呀 他还有互动呢 话说在康熙五十二年 那年啊是1713年 十月三十日 在紫禁城当中啊 有一位老太妃 红事了 这老太妃 他不是外人 他是仁县皇太后的亲妹妹 书会飞 虽然这书会飞 他也是好寿书 死那年啊 整七十了 但是这当姐姐的 他就难免心里头啊 有一丝难过 这会儿啊正赶上了 这康熙皇帝呀 给这皇太后过来请安 这康熙皇帝呀 一聊帘子 就进到了这宁寿宫当中 刚要给这老太后请安呢 一看自个儿的妈妈 今儿情绪不高啊 上前一问呢 这老太后就说 牙齿动摇 其已脱落者则痛脂 其未脱落者痛难忍啊 这老太后啊 特别伤感的跟皇上说呀 哎太老了 说你看这牙呀 门口都松动 这掉一颗吧 你看那地儿啊 他就不疼了 可是没掉的时候啊 他疼痛难忍 康熙皇帝呀 就赶紧安慰自己的妈妈 说这太后圣寿已欲七旬 孙即赠孙代己百余 且太后之孙 亦以兵发江白 而牙齿将落也 何况祖母像如此高年啊 我朝先辈常言啊 老人牙齿突落 与子孙有意 此政太后 此为福泽绵长之家兆也呀 皇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 皇上说呀 这太后您哪都七日多了 您看啊 您这个孙子 虫孙子 有一百多人 您看您的孙子里啊 都有很多呀 两鬓斑白 牙齿脱落的 更何况他们的奶奶呀 咱们满族啊 有这么一个老说法 说这个老人牙齿脱落呀 他这个有意于子孙 您知道您为什么掉牙吗 这简直啊 就是子孙绵长的吉兆 太后一听啊 立刻不发愁了 乐了 说皇帝词语 凡我老预备 皆当闻之而欢喜呀 这太后说呀 儿子你说这几句话呀 凡是个老太太听了 那都得高兴着呢 这哪两个之间呀 像这种和谐的故事多了 老太后七十胜寿 那一年这康熙皇帝呀 已然五十七岁了 为了让太后更加高兴啊 竟然亲自下场 给太后跳了一段莽式舞 那除了这些之外呀 这哪两个之间 有没有个别另样的 其他的娘娘 比不了的事情出现呢 有 当然有了 我给您说一个啊 康熙皇帝孝敬孝慧张皇后 不是广让这老太后 在后宫当中 过着奢靡的生活那么简单 她带着这老太后啊 南云过北守过 热河避过鼠不说呀 还让这妈妈回到草原 自己的出生地克尔沁 醒过亲 那有人就说了 这算什么呀 那不就是跟妈妈一块回趟姥姥家吗 有您说的容易 这友情一代呀 享受过醒亲待遇的后妃呀 只此一例 这会儿啊 保不齐就有那个爱台杠子跳出来了 说我知道啊 这端康皇贵妃就醒过亲 端康皇贵妃呀 就是光绪皇帝那个胖妃子 锦妃 就是那个真妃的亲姐姐 她是回娘家串过一回门子 不过呀 那顶天的也就叫回娘家串门子 因为那会儿她已经是民国了 还要说了 那敦苏皇贵妃 雍正二年的时候 也回年纪醒过亲 哎 您看那不是电视剧吗 我查遍了史料啊 也没找到印证 那有人说你要史料行啊 这清拜泪钞当中啊 就曾经写到过 慈禧就醒过亲 哎 您不觉着 这清拜泪钞里 那段慈禧醒亲 像是抄红楼梦 原非醒亲的情节吗 并且您要是觉着您相信 这清拜泪钞啊 那您想去吧 他里边还说 慈禧太后是让人毒死的呢 所以说呢 这清拜泪钞上边记载的 不足为信 这康熙皇帝心里明镜似的 让这太后回家省心呢 不服祖制 不合家法 即便跟着老太后提出来啊 这老太后自个儿也不敢答应 于是这皇上啊 就跟着太后啊 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那一年啊 是康熙37年 也就是1698年的7月 皇上跟老太后说 要不然您跟着儿臣我啊 咱们到这个圣经 去给这个祖宗祭祀去吧 这太后一听说 好啊 皇上说呀 他不过有一点 咱们要是一出这尊化皇陵啊 一直奔东 咱们家俩啊 就会路过这个铁陵法库 克尔庆草原王爷们 坟都在那 咱们这满洲的规矩啊 是女子出嫁以后 不能再进这个娘家的祖坟 所以说呢 咱们就得避着点 咱们呀 得绕道走 太后一听啊 那行啊 咱们绕道走吧 咱们出山海关 走宁愿呗 皇上说这个季节 走海边啊 长下雨 天不好 咱们呀 从北边绕 这一说从北边绕啊 这老太后的眼泪呀 可就下来了 她知道啊 望北绕 那就是自己的家乡 克尔钦草原呢 这大清国有祖制 这后妃是不能回家省亲呢 这皇帝 这明明就是找个由头 让自己回家看看呢 这老太太心里啊 这种感动之情啊 就别提了 于是这哪两个呀 说走就走 七月二十九号 这盛驾离京 皇上啊 带着皇长子 皇三子 皇五子 皇七子 皇九子 皇十子 以及皇十三子 乃至王公大臣 是直奔秘运 除了密云 越过长城 再过成德呢 可就是克尔钦草原了 这孝慧离家呀 已经四十年 没有回来过了 这盛驾 真住到娘家了 哎那不能 这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大清国有祖制 这后妃们呢 不能回家请亲 于是啊 这鸾驾呀 就住在了 和硕端庆公主府 哎呀 这会儿啊 草原上的各个王公啊 都纷纷来到公主府 来朝拜太后 这些个王公啊 他们都认为 这是这大皇帝啊 给这蒙古人掌脸 给这克尔钦草原掌脸的事 于是啊 就在这草原上 支起了牛皮大杖 大排炎炎啊 不分时候 是随道随和 康熙皇帝 那更是来者不惧 他也高兴坏了 只要你来朝拜 我的妈妈呀 这就立刻有赏 赏什么呀 白金彩断呢 当时啊 有诗为证 也就是说 有多热闹啊 就是这克尔庆草原上啊 甭管老幼妇孺能来的全来了 这大清国一共十二朝 做过皇太后的就有十一位皇后 他们分别是孝敦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 孝慧张皇后 孝康张皇后 孝公仁皇后 孝圣县皇后 孝和睿皇后 孝敬皇后 孝真显皇后 孝亲显皇后 和孝定景皇后 这十一位老太后里啊 我认为最幸福的 包括这个慈禧孝庄和甄嬛 那就得说是这个孝慧张皇后 因为这康熙皇帝 能给自个这位妈妈的 别的皇帝还真给不了 就拿回家省亲这件事情说吧 别的皇帝就没有敢为组织的这番魄力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就到这儿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